中年女人想和你发生点什么事情 通常会发出三个信号 意识不到就要错过了 在两性交往中 中年女人有时候会想和对方建立更深入的关系 但是她们并不总是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意愿 相反的 她们往往会通过一些细微的信号来传递她们的意图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些信号的话 就可能错过与中年女人建立更加亲密关系的机会了 下面我们将分享三个中年女人通常会发出的信号 来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她们的情感需求 第一点就是频繁地主动接触和身体接触 中年女人想和你发生关系的时候 她们通常会频繁地去主动接触 和跟你进行有身体上的接触 她们可能会主动地和你握手 拥抱 或者是轻轻地去触碰你的手臂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亲近和亲密感 这种频繁的身体接触 是她们希望跟你更加进一步 是她们情感投入的表现 第二点就是深入的心灵交流跟分享 中年女人想和你发生联系的时候 进行深入的心灵交流和分享 她们会愿意和你分享她们的内心世界 情感经历和人生观点 以加强彼此的情感纽带 如果她们愿意和你分享更私密的事情 那说明她们对你的信念和亲密感已经是提升了 第三点就是主动地去创造机会和蜻蜓关注 周年女人想和你发生关系的时候 她们通常会主动地去创造机会 她们会主动地去邀请你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是主动地去关心你的境况和需求 她们希望通过跟你互动和交流 来进一步地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 如果她们对你的生活需求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 并且愿意为你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话 那就说明她对你产生了特殊的情感了 这些信号表明她们对你产生了特殊的意愿 两性交往中敏锐地捕捉 并且去回应这些信号的话 就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 请不 Crawford